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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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謝萌 然後我現在就讀於 法國理洋高等音樂院 主投我膽情樂 那我是在四歲的時候 進入教學系統裡面 學習待機樂 學習音樂 學習音樂一直都是很快樂的一件事情 因為可以在裡面 當作一個休閒娛樂 在讀書的環境高壓 台灣高壓的教育之下 在有音樂的陪伴下 會比較放鬆 是一個休閒娛樂 然後又是可以交朋友 然後跟大家一起玩音樂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 會讓人很放鬆我們開心的學習 好 做到音樂辦事套路 其實是在國三年年決定的 因為我在國中的時候 念的是處理班 然後對我來說 在國中三年的學習環境之下 我不是那麼的開心 我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同差都非常聰明 然後讀書都是 大家都很明顯 在那麼高壓的環境之下 就會覺得自己不如人 然後會覺得每天壓力很大 除了讀書還是讀書 那因為從小就一直學習打擊樂 對我來講 音樂是可以讓我非常放鬆的一個環境 那剛好透過我的老師告訴我說 我的大學是國立台藝術大學 它是七年一管制要從高一念到大詞 總共七年的學程 七年的時間讓你可以培養一個音樂人 可以維持一個很好的基礎 那我就想說好 那不然我就去試試看吧 不管有沒有考上 就當作是一個經驗 如果考上當然會很開心 如果沒考上我就繼續學習 可以繼續讀書這樣 那很好很好 因為那時候我當初就是 就考上了 因為我們學校是不用考 閱歷史上的一些 只要考術科 那只要準備好術科 其實進去學校就等於是可以考上的 其他的東西都可以之後再準備這樣 那我就很幸運地考上 然後就跟爸媽討論了之後 我覺得我想要學習一個 我想要選擇一個 會讓自己喜歡的一條路 而不是為了讀書的讀書 因為我覺得你選擇了一條你不喜歡的路 你之後的人生都會很辛苦 這樣 我參加過 我成功了 我目前參加過的比賽裡面有 美麗杯母親大賽 然後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然後TFBC國際母親大賽 然後今年十一月我會去比日內瓦的國際大賽 那我會覺得 當然我們參加這些比賽 當然是很希望自己可以得獎 但是我會覺得 最主要的目標 不是為了那個獎項 而是你可以 你去一趟國外 你去一趟比賽 你可以看到 其他國家的音樂家 他們怎麼詮釋他們的音樂 然後他們怎麼樣用他們自己獨特的方式 分享他們的音樂給你們聽 我覺得我 學音樂就是這樣 很有趣的是你可以透過別人的演出 可以審視自己 審視自己 你的缺點在哪裡 你的優點在哪裡 然後我們可以結場不斷 看到別人的優點 我們可以學習 然後吸收到我們自己的心理內化 然後再把它表達出來 用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方式來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隨著年紀的增長 當初回想當初我還小時候去比美女被牧師大賽的時候 上台的那剎那舞 比較多的是享受而不是緊張 但是當然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你上台可能就會多了一分謹慎 我覺得會跟享受那種 享受上去演出的那兩分鐘享受當下的心情會不一樣 因為你會更多注意在你的有沒有錯音啊 或是你可不可以表現得很好 可不可以從頭到尾很順暢的演奏完 但是到我現在因為參加過很多比賽了 我會覺得享受當下是最重要的事 當然你不可能不緊張 說不緊張絕對是別人的 上去大家總都懂到不行 教會都懂到不行 但是如果你可以忘掉這些 就是你就享受了這兩分鐘這十分鐘 就是你的時間 把下面都當成 當成你的粉絲吧 當成 也可以把下面當成沒有人 就是把下面當成是一個很大的練習式 很空曠的練習式 音效很好的練習式 就把你可能用三個月五個月 所練習的東西呈現給大家 歌詞 《歌詞音樂中》 那就是所有的導演 也是幾個月天下 在舞台中 大聖音樂中 小聖音樂中 那就是大家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覺得我這輩子現在做的最正確的一件事就是我選擇了走音樂這條路 因為在音樂的環境我享受在聚光燈下 我享受觀眾給我的掌聲 我享受用音樂分享我的人生給大家聽我的故事 然後把我的音樂傳達給所有的聽眾 因為比起讀書的話 我覺得是分享我自己的人生經歷分享我的故事 對我來講是很輕鬆沒有壓力的事 就算練琴很苦大家都說走音樂很辛苦 是因為每天要在一起練琴 大家讀書的時間就是你練琴的時間 然後你也沒有什麼其他的課外活動或是娛樂的時間 但是因為你喜歡這件事 所以練琴就變得沒那麼痛苦 因為你覺得你一直要準備好了 你花時間練了 你在台上呈現那個成果 就會跟大家分享我的感覺 是非常開心 大家好,你好我都 quoting 就是只一句小ель 選擇 選擇哪一位你喜歡 並且選擇哪一位你選擇 而選擇 努力 好大力 努力 過隨時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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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